和平公园 他们到过来叫平和公园 这个叫和平之泉 1945年8月9日 长期原子弹 就是人类第二颗原子弹 扔在长期 好多人都给烧死了 是颗布弹 当时人渴 最需要的是水 这个泉水说是做成鸽子形状 号称有直径18米 高6米 小便 小便 古酒 大豆 不 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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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8月9日 人类第二颗原子弹 仍在这 因为美国人担心 日本人一亿玉碎 摆不平这场战争 纳坝市上山中学 现花 现在纳坝是美国的空军基地 在长期原子弹 纪念碑的左前方 是一个折鹤的塔 里边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折的纸鹤 这个凳子预备着 有来的人坐在这 继续折 折了以后 把这纸鹤连在这上面 挂在这 折鹤的塔的下边 是一个模仿神道教的一个 奉献的一个箱子 叫净财箱 净财又是中国佛教里边的话 叫净财童子 右侧同样是一个 一模一样的折鹤的塔 里面挂着 来自世界各地人 折的鹤 只不过凳子上 没坐着折鹤的人 而是一只白猫 同样前面又是一个 模仿中国佛教的 精彩的香 不知道这只猫 是不是原子弹的节鱼生命 都说猫有九条命 也许那次人没办法 从自己制造的 现代化战争中活下来 但猫可以活下来 因为猫有九条命 有九条命运的节鱼生命 那么多? 都 Greta 有两条命运的节鱼生命 有十年 不少 咱们 大家好 原子弹还是原子分裂 现在都是氢弹 据说氢弹是热核武器 聚核的 会放出巨大的高温 据说亲历过那场战争的人知道 核弹爆发之后 水就没了 好多人都是干死的 所以在这个长期原子弹 迅难碑前边 放了好多干净的水 来自世界各地的矿泉水 这个人说 我曾经是 三菱 兵工厂工作过 在这个爆炸的 这个氢弹的北边 1.1公里的位置 动员学徒 女子挺身对 一般市民征用功 原爆殉难者之碑 这是1945年6月9日 原子弹爆炸 那个死者的纪念碑 现在的人用来自世界各地的水 想洗涤当年的罪恶 米苏比西 是30 在纪念 长期原子弹 原爆点的那个纪念碑的对面 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竞献的纪念碑 尽管风格不同 都表现了 表达了 对战争的痛恨 和对和平的向往 在西北角 有和平两个字 1985年7月 和平之权 直径18米 高6米 在并且